所有的皮膚细胞都更新的话 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每隔60秒 就会有大约3万个死掉的细胞脱落 而每年会失去约4公斤的皮肤 因此当你的朋友说 你很会掉蟹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完全说错了 我们的手指甲长得要比脚指甲快多了 后者的生长速度几乎要慢了4倍 因为它们损坏的频率比手指甲低 即使我们常会绊到脚指 但突然加速的血液循环通常不会持续太久 一根睫毛只会生长150天 世界上最长的睫毛记录大约是7.5厘米长 小蛮虫也会栖息于此 我们每年大约会眨眼420万次 至少每8秒就眨一次 当我们打喷嚏时 会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喷出空气 它可以比一台全新的法拉利更加快速哦 另外如果你喷嚏打得太用力 可能还会让肋骨骨折呢 不同的人每天会产生500到950毫升不等的唾液量 一年下来这样的唾液量足以装满好几个浴缸了 不是乱说的哦 唾液是种完美的凉方 看我们口中的伤口 愈合得比其他地方都更快就知道了 它们也对品尝食物有帮助 我们的味蕾只有在食物被唾液溶解后才能尝出味道 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 但我们的骨骼比看起来更坚韧 16立方公分的人体骨骼能承受约8600公斤的重量 这比混凝土还兼顾四倍呢 唯一使我们血型有所不同的就是糖 A型、B型和AB型有五种糖 而O型只有四种 因此非常适合捐血 缺少额外的糖并没有让O型血比较不甜 其沙它比其他类型的血更会吸引蚊子哦 人只有八种血型 而牛有八百种 甚至更多呢 我们每天通常会脱落约50到150根头发 一根头发平均寿命为五年 而每当有老化头发跟你的头皮道别时 新的头发就会马上长出来 人的头发比相同直径的铜线更坚韧 单一根头发最多就可承受100克的重量 如果用对方法 整头头发最多可承受8400公斤的重量呢 我们的胃比看起来更大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能装得下将近0.2公斤的食物 平均容量则为950毫升左右 食物会在4到6小时内被消化掉 还可以溶解金属呢 因此容量是很重要的哦 嘴唇要比手指更敏感得多 它有大约100万个神经末梢 比指尖还要灵敏100倍哦 凹槽和纹路使我们的唇纹就像指纹一样独特 我们的一生中唇纹都会保持不变 对了 蛇纹也是很独特的 那我们何时才会看到蛇纹辨识器啊 我们的肚脐里有一整座动物园 分布着大约70种不同的细菌 其中某些细菌也可以在日本的土壤中找到 甚至还有极地冰冠中的几种典型细菌哦 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发光 不过现在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 因为我们发出的光 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最低强度还低了1000倍 马克吐恩认为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真的会脸红 或需要脸红功能的生物 脸红是由于肾上腺素激增引起的 而用于腮红和口红中的胭脂红 则是由步行虫制成的红色颜料 在你的一生中 耳朵都不断在生长 它们也会出汗 而耳垢其实就是它所制造出的一种汗水哦 对了 你的鼻子也永远不会停止生长哦 心脏是唯一一个永远不会疲倦的肌肉 主动脉很大 它的直径几乎要和花园里的水管一样大了 我们每天会排出大约500到1500毫升的气体 足以填满一个小气球了 好啦 你可以在这里加入适合的音效 做得好 脂肪可以帮助身体吸收维生素 像是A、D、E和E这些维生素 就只有在溶解于脂肪中才会被好好的吸收 我们的身体有足够制造七块肥皂的脂肪量哦 由皮脂形成的黑头粉刺并不是因为很脏而呈现黑色 它们会变黑是因为皮屑被氧化了 如果睡眠不足 大脑的某些部分会吞噬掉自身的神经细胞和蛋白质 例如负责睡眠、饥饿和身体温度的下丘脑 就能做到这一点 你无法同时吸气和吞东西 我知道你刚刚试过了对吧 被称为烟头的这个部位在你吸气时被当作空气的通道 而在吞咽时则被当作食物的通道 当我们醒着时 大脑能产生足够点亮灯泡的能量 它能产生大约10瓦的功率 你体内带着细菌足以装满一个罐头 细菌约占了体重的1.5到2公斤 这占了我们体重的2% 不过其中大部分还是属于身体的排泄物 普遍认为正常体温的范围是36.1到37.2度C 有过记录的最高发烧温度是临界温度46度C 对了 那个人有存活下来哦 小指或许是最小的手指 但也是力气最大的手指 它占了整只手所有力量的50% 一个人大约有2万到2万5千个基因 不过玉米片却有比我们还要多的基因 幸好这是关于复杂性而不是品质啊 玉米片一分 人类零分 我们身体所含的铁足以制造出 三根各为2.5厘米长的钉子 而我们所含的碳则可用于900只的铅笔 你的肝脏有着重新长出被切除部位的超能力 它可以从本身的四分之一这么小 重新长成原本的大小 至今最酷的相机有4亿像素 人眼则有5亿7600万像素 这就是为何真实生活中的日落 要比照片中好看多了 坐云消费车时 其实会把你的器官抛向周围 当你感觉胃部翻角时 可能真的是如此哦 即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气味 但同卵双胞胎的气味却完全相同 这肯定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基因 等到你60岁时 几乎一半的味蕾都会消失 嗅觉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不再那么灵敏 你在咳嗽时 会以大约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喷出空气 而无精则能当作止咳的良方 只需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在上面加些蜂蜜 每次一汤匙 每天三次就够咯 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也是最重的器官之一 有3到4公斤这么重呢 打嗝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 由于肌肉进卵 你会吸入大量的空气 然后呼吸道会突然关闭 使得空气被阻塞住 而那有名的打嗝声就传到外面咯 我们在睡觉时是闻不到气味的 因此人们几乎不可能在晚上注意到有漏瓦斯的情形 当我们睡着时只能依赖声音 技术上来说 其实我们睡觉时是会有味道的啦 但通常好好洗个澡就能消除掉咯 在我们所有的感觉之中 嗅觉是最灵敏的一种 我们在一年后还能记得65%的气味 但过了三周后 只能记得50%所见过的事物 我们每隔28天还会有个新的鼻子呢 因为鼻子细胞每四周就会重新生长一次 至于味觉呢 同样的 我们主要还是依赖嗅觉 因为它能帮我们感受多达95%的味道 少了嗅觉 就很难从无精当中分辨出苹果了 一束鲜花虽然对你来说很香 但有人却罹患恶臭症这种病呢 它们似乎总会闻到难闻的气味 就算周遭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也一样 我们不仅需要用耳朵来听声音 还需要用它们来保持平衡 我们的前庭系统占据了内耳 内耳里面的耳道 有液体和细小且如毛发般的感应受气 能帮您保持平衡 如果您在照片中呈红眼睛 就归咎于反射光吧 闪光灯从眼睛后方的血管上反射回来 而产生了这种效果 除了舌骨以外 您体内所有的骨头都是相互连接的 这块骨头的作用是支撑舌头 是最不常断裂的骨头之一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